视频开始前先问一下各位老板 你们有被卖保险的贴脸开大的经历吗 这不是鳄鱼刚换了办公地点吗 进出都是西装革履的体面人 结果有一天我坐电梯的时候 一位同城电梯的大姐看我长得像吴彦祖 突然给我来了一句 这一层呢就是 欢迎你来参观哈 我当时地铁老人手机 卖保险确实适合一人 专门哥剧本日主余 各位老板好 我是自卖道九佛特 可能一些老板们没有开头这种体验 但另一种你绝对遇到过 那就是经常在朋友圈里的保险广告 就拿我的朋友圈来说吧 卖保险的朋友们实在太多太努力了 每天复械式更新 关键是文案套路都是老三样 要么鸡汤画术加emoji 要么单刀直入 把某个险种的最优势的东西提炼出来夸一夸 要么就用真实案例来证明保险的重要性 比如这个别克女车主 如今朋友圈卖保险已经变成一种普遍现象 有些网友感叹自己还没睡 朋友圈卖保险的人就已经开始营业了 甚至连一些大V的朋友圈里也只剩下保险广告了 在通常的认知里 卖保险似乎是一种不太受待进的行为 怎么现在越来越多人都参与了呢 当然是因为卖保险太赚钱了呀 一些保险销售人员经常会分享战绩 基本上一年不到就能签约一两百单 甚至两三百单 而根据保险行业20%到45%的保费提成比例来看 这样的战绩带来的收入 远强过普通打工人的薪水 正是因为有可观的收入 保险销售人员已经渗透到所谓的高端人群了 比如什么985毕业生 常青藤海归 甚至还有大厂员工 尤其是大厂员工 要么上班工作 下班兼职卖保险 要么就是被财离职之后 被迫转行 柳暗花明又一村卖保险 随之而来的 就是月入几万到年薪百万的保险江湖山沿 如果单看新闻报道 我还会对保险市场繁荣的说法持怀疑态度 而当看到自己的朋友圈之后 我就觉得这种说法也许有几分道理 如果收入不够高 他们哪来的动力积极营业呢 这些观察到的现象让我重新去思考 大众对保险的看法是不是已经变了 或者压根就不是我们想的那样 认为多数人都会排斥保险销售 毕竟一个巴掌拍不响吗 朋友圈里这么多卖保险呢 肯定因为买保险的人变多了 我们不妨这么认为 大众 大众对保险的看法已经发生了转变 从以前觉得是骗局 白白花钱 到现在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觉得 保险是一个能对抗风险 拿稳定收益的工具 有一个例子能够证明这个点 2020年到20年底 因为疫情 香港保险业断崖式下跌 因为想买香港保险 需要本人到场签约 但到了23年初 香港保险行业 立刻迎来了一波销售热潮 因为曾经的内地顾客 又可以来香港买保险了 据统计 23年全年 内地顾客在香港买保险的规模 达到了590亿港元 仅次于2016年的727亿港元 这其中最受欢迎的 购买比中最大的保险产品 就是个人人寿产品 不少从事香港保险的销售都表示 23年的前三个月 有种要把过去三年的钱 都赚回来的感觉 那么为什么偏偏人寿产品 这么受欢迎呢 因为很多人买受险产品 不是为了能对意外事件进行理赔 而是为了给家庭提供稳定保障 同时赚一份稳定的收益 估计也是因为受到 香港受险热潮的影响 内地一些新出现的受险 也成为了朋友圈的热门产品 比如增额寿 这种受险产品很特别 居然能把3%的预定利率 直接写进合同里 直接锁定比较高的收益率 也就是说 不管市场如何暴动 都能保证本金和收益 按照3%的负利增长 甚至还能实现本金分配 另外 这类保单还有两个非常实用的功能 资产隔离和贷款 举个例子 如果看视频的各位女老板 那老板又结婚了 在婚前完成了增额寿的全额缴费 受益人写自己的名字 无需公证 这笔存在增额寿的资金 就完全是自己的婚前财产 无法被分割 而如果各位想到企业老板 又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时 那么增额寿的保单 能够在行情不好的时候 保值抗风险 在经济上行的时候 难来抵抬贷款 我在了解这个产品之后 才发现最近一个月 增售显得各种产品 突然变得非常抢手 一查才知道 原来是政策变了 8月初的时候 国家金融管理局 刚刚发布了一个通知 要求自9月1号起 新备案的普通型保险产品 预定利率上限 调整到2.5% 也就是说 8月过完 3%预定利率的增额寿险 就再也没有了 我顺手算了笔账 9月之后买增额寿 持有20年的收益 大概相差了15.5万 相当于亏掉了一辆 比亚迪送plus 30年收益相差30.6万 相当于亏掉一套房首付了 当然了 国家这么规定 肯定有全局的考虑 对于保险公司来说 下调预定利率 肯定是有助于 降低负债成本和经营风险 但对于投保人来说 虽然险种没变 也依然能够锁定 比较稳定的收益 但是相较于3%的预定利率 时间拉长到几十年 到手的收益率损失 简直是触目惊心 即便大家对保险行业 持有不同的看法 也不得不承认 中国的保险行业 正在不断地扩大规模 统计报告显示 中国保险市场规模 在23年已经接近 30万亿人民币 位居世界第二 其中 受险 财产险 健康险 主要的增长来源 你也许对30万亿 没什么概念 但规模扩大带来的影响 正在慢慢的影响着 我们的生活 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 朋友圈买保险的人 越来越多 再比如 保险经纪人这种职业 被越来越多人熟知 但是对于我来说 记忆最深的影响 就是让我知道了 原来支付宝也能买保险 还非常方便快捷 前几年 要不是出于 对自身和家人的关心和担忧 我是真没有注意到 支付宝有 蚂蚁宝这个保险周围平台 有一段时间 全国各地都在推 本地的普惠健康保险 我就顺手试用了一下蚂蚁宝 确实非常方便 哪怕是购买其他险种 也能在蚂蚁宝上了解 所有必须了解的信息 不需要朋友圈广告 也不需要保险销售 滔滔不绝的介绍 你自己也就能做出准确的判断 对于一个爱人来说 蚂蚁宝确实省掉了一些 不必要的麻烦 当然了 这种平台最大的优势 在于直观便捷 可以更快投保自己心意的产品 比如前面提到的增盒兽 我一直想找一个 这种类型的保险产品研究一下 看看是不是真的足够良心 据我的观察 增盒兽产品里 目前最有吸引力的就是安稳营 买保险嘛 最重要的就是三点 收益 保私 小小平台渠道 首先就是收益 安稳营的回报率 现金价值在同类产品里 已经是套不及存在了 收益杠杠的 不仅如此 现在买安稳营 满足一定条件 还能有入住 太保家园养老社区的资格 直接给自己 安排上高品质的养老生活 其次是保私 安稳营的承保保私 是在授权领域里 非常有实力的太平洋人寿 有国资背景 还是世界500强 最后嘛 就是平台了 支付宝 大家都懂的 安全有保障 最关键的是 在支付宝上投保非常灵活 按月按年 一次性投保都可以 还能在投保页面中 看到不同的投保方案的收益 简单清晰 如果今天30岁 每个月从工资里 拿3000元投到安稳营 连续投10年 累计投入36万 那么等到我64岁的时候 就能够取出超过72万 本金直接翻了一倍 但是 安稳营在8月31号 就要下架了 而且额度有限 想要锁定 最后3%的预定利率 就去支付宝搜 增额售 找到安稳营 增额终身收2.0升级版 错过了最后的充首期 就再也没不到了 说了这么多 其实就一个看法 相隔于之前讲的 它只是一种 避险稳定理财的金融产品 也觉得不错 记得投币 点赞 收藏转发 我是久不特 我们下期再见